因為七國維蝶黃昌頭 針出來黃昌頭特別有風味 不管是放香和這些造型的 可是這樣都是最好吃的 維蝶好民眾是在七國黃昌頭的地式 七國苦農會總要在12月11號 古本黃昌頭文化瓦董 我們這裡算鹽黃昌頭比較鹹 黃昌頭的味道比一般更重 還更大顆 所以邊邊這樣一分收起來都幾個六百斤 南部維蝶市場收起來黃昌頭 北的藏我們七國會比較香 所以我們認為七國土地 政府已經沒有給我們注重 沒有水 都像十國水給我們而已 所以土地就在選化去檢驗 所以到時我們想說 既然這樣就要繼續來做黃昌頭 所以今年的面積差不多八百幾個 今年不會特別多 我當東港龍會很像白坐坐華東雷龍 哪有黃昌頭一記錄三片的電視 也準備了黃昌頭的美食 要給民眾吃吃 更加白體驗的收入行 希望將七國黃昌頭提供出去 11月10日這個紅昌頭有多 大家可以來共襄勝利 那天我們有吃吃 煮蚵仔麵酸給大家吃吃 因為這個黃昌頭很香 所以那天如果有新聞記者 會給我們提供說出去 讓大家鄉親多月來參觀比購說 我們紅昌頭特別大 味道又特別紅 七國龍會李宿東雷車民眾 在12月11號 一個禮拜到七國龍會出場吃喝料 支持本土的龍散 提供當地的日本風情 那天什麼來參觀 請給我彩虹報道 請給我彩虹報道